选购钢板网时,你需要知道这些专业术语 钢板网截距 钢板网有长截距和短截距之分 钢板网长截距指的是从节点中心到节点中心长的菱形对角线的长度 钢板网短截距则是从节点中心到节点中心短的菱形对角线的长度 钢板网梗宽和梗厚 梗宽指钢板网菱形孔的边左右亮的宽度 梗厚就是钢板网菱形孔的边上下凉的厚度 是两大必须要掌握的参数 钢板网自身的规格,也就是宽度和长度,都与钢板网的截距有关 长度代表的是钢板网短截距方向的距离 宽度为钢板网长截距方向的距离 选购钢板网的时候多数都会用到 钢板网刀、卷、片等专业术语代表的都是不同的含义 其中刀是钢板网长截距的长度 例如说钢板网的长截距是100毫米 就可以表达为100刀钢板网 卷表明钢板网具体长度和宽度缠绕成卷的钢板网 片表明具体的长度和宽度的重型钢板网片 钢板网选购的时候会提供上述这些详细数据 以及表面防腐方式及需求量